當作中途倒了 來好好打一場 好 繼續把鏡頭轉到香港 來關注香港理大 變成了反送中的戰場 警方連日包圍 現在傳出校園裡頭的 食物跟衛生環境都不好 示威學生甚至得找 過期的食物衝擊 環境跟心理狀態 都比中大還要差 有示威者體力不支 選擇走出去跟警方自首 目前還有30多人沒有離開 那麼示威者就說了 警方晚上對他們心戰廣播 說是談判協商 其實是恐嚇 好 來自香港的最新消息 筆名恐巨鳥的香港作家 今天傳出失蹤 他上午離家後音訊全無 親友透過臉書協詢 但香港警方晚間證實 這名作家遭到拘捕 目前人在彎仔警署 可是還不清楚 被逮捕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而另外還要來看的是 這位英國駐香港領事館的 前職員鄭文杰 他也是在反送中 旗艦到大陸深圳 疑似因為聲援反送中 被公安逮捕 不過警方卻說 他是因為買春才被拘留 事發後他銷售了三個多月 最新露面接受媒體專訪 說他當時遇到了言行逼狗 好 鏡頭轉回國內選戰話題 帶你來關注 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就算在調整之後 是不是仍舊讓黨內哀嚎呢 因為影響到的選情狀況 有多嚴重 黨內人士評估 韓國瑜跟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 恐怕下跌了3到5個百分點 跟蔡英文的差距 再度拉回10% 所以現在黨內傳出了不少聲音 包括切割吳主席就選情 現在在總統選戰的部分 三強對決是已經成局了 而政黨票藍綠都加緊努力顧票 不過還是有四成選民沒有表態 而且百萬手投足 也讓小黨政黨票的空間大 所以他們也紛紛提出亮點名單 我們會不會再次inden 電視台 工贏 照片 照片